好 拆 拆了喔 拆不出來 欸可以啦 直接可以 也會高興 OK 我的聲音很勇敢 不要 可以了這樣喔 你走到這邊 走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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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難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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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不用慢 對 所以我們 我們是就是要先 聊個天啊 我們今天 非常特別 開始有人進來囉 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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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超級熱的 今天天氣超熱 超熱 我超太高 雖然已經快要是 你音樂的初衷了 還熱不這樣 不過台北來的 應該是很不能 很不能結束 我穿了那個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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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裡面穿西艦帶 挺期待 挺期待 欸 還有余世杰 余世杰 余世杰余 噢他是余世杰嗎 余世杰嗎 余世杰 余世杰余 余婚 余婚 余婚又見面了 哈囉 高雄真的很熱 超熱的 可是今天是台南 我們今天... 我剛剛從高雄開上海 超多車的 今天大塞車 你說千里嫖巧 百里嫖巧 又沒那麼遠 余婧 還有柏雄啊 柏雄 你說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博雄又見面了,上次你有來看我們直播 博雄也是老顧客的 有老顧客 因為不好意思我太久沒來 我大概直播睽違大概是之前七月份 大概有四個月沒有見到大家了 這次來台南直播超開心的 放個假 欸你給我毛病瘦一個人嗎 有,你變超瘦 有到超瘦嗎 我大概只有瘦一到兩個人 根本沒有,不要亂扛 不要亂扛好不好 可以告訴大家秘訣嗎 真的啦,我真的只有吃一到少兩個人 我只有瘦一到兩個人 我只有瘦一到兩個人 侯伯,嗨 嗨,依依,哈囉 嗨,依依 有,琳琳 琳琳,我記得你 我剛剛開播前還跟家裡講說琳琳是常客喔 對阿,哈囉琳琳,開心見到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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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吃啊,很好吃 高雄,就是高雄跟台南 等太陽熱都很熱心 那我們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阿,然後我們要自我介紹 1 2 3 哈囉 DS5 大家好 我是艾米思 我是YONN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是來到了台南,整個家餐廳 對,這家餐廳呢會在台南東區 非常熱的鬧 而且它其實交通非常方便 旁邊呢 有他人的停車場 對 可是如果來用餐的話也很方便 不用擔心車找不到車位 而且距離台南 就是在台南市區 地點很好找喔 這邊算是很熱鬧的一個地方 對 雖然外面雜音蠻重的啦 因為外面車流量真的很大 因為可知這裡就是一個鬧區 對呀 超多車的 不過你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很適合家庭聚餐的一個餐廳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帶大家進去它的一個環境 對 今天我們一定要好好地介紹 因為我們是從高雄邊上來 今天我們來的就是 鋪品的上海湯包 鋪品上海湯包喔 對 那趕快跟我們一起進去 我們走吧 走吧 面寬蠻寬 環境很大 有大熱小小的 而且外面很熱 進來 好冷氣 好爽 好爽 我不想出去了 謝謝 BB說我們很美 知道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裡很特別 但是 她有一個小朋友 對 很適合家庭聚餐的那些人多也有 你按朋友聚會啊 那種四人多啊 或是兩人多其實也都可以 因為像我跟爸爸就是跟家人的話 最適合最喜歡來這種附層餐 對啊 那我剛剛已經 看到這麼多道菜了 媽媽你用菜也天啊 趕快來住起來 對 真的是超級無敵豐富的 好豐富喔 好開心喔 我們今天要介紹超多菜色來給大家 對 那為什麼我們宗教要留一個空位啊 因為我們今天呢 特別要請教我們店內 負品上來湯包的黃師傅來到現場 喔喔喔喔喔我們歡迎黃師傅 來我們介紹 真的 歡迎黃師傅 來黃師傅 真請 貴賓請桌 對 謝謝大家一份 真的氣氛很可以 真的 對啊好 火雄在行喔 火雄 火雄 火雄自己行喔 這次吃之前先出題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在吃之前 我們先來問大家我們今天的第一題 然後順便講一下我們的抽獎規則 好 我們今天呢非常特別 而且非常好康 我們今天會抽出什麼呢 我們的餐點買一送一券十組 我們今天總共會抽出十組的餐點買一送一喔 那有哪幾種餐點可以讓消費者選擇 分別是叉燒包 蘿蔔糕 SO醬 干貝湯 跟櫻蛙蝦炒飯 跟日式燒尾餘付 無選一 對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來這邊 但是兩款會是一模一樣的喔 對啊就是不能混搭 就是你要選 就是買一送要選相同的商品喔 大家如果中獎之後記得要幫我們截圖 然後在11月15號之前 失訊我們的小編 留下你的真實的姓名電話 我們這次就是憑中獎的截圖 對 所以我們要11月15號之後才可以來這裡用餐 對 那11月15號之前要記得私訊我們 然後15號到年底之前都可以來這邊做兌換喔 那我們先講第一題吧 第一題是什麼 超簡單的 就是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家餐廳的名稱是什麼 是 戶 記得嗎 什麼 上海 什麼包 湯包 戶品上海湯包 真的是滿桌加油 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我們黃師傅要為我們做介紹 對 介紹這樣子 好師傅其實像滿滿的這麼多的就是料理啊 您有沒有就是最可以見我們先吃買一道餐點 像我們的話如果先吃的話 因為像那個小龍湯 小龍湯包的話它應該要最先吃 因為這樣子蒸起來的話它那個熱騰騰的 它那個湯汁都還在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那個小龍包先吃 那我們吃的時候有那個薑絲跟那個 對 搭配薑絲跟那個醋一起 好啊 那師傅你看像小龍包我們看到的話它總共有三款的話 這分別是不同的口味嗎 對對對 然後這邊的話這個是原味的上海湯包 嗯 然後這個的話是So醬干貝湯包 然後旁邊這個的話是絲瓜湯包 哦絲瓜 對 我對絲瓜很有興趣耶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原味 哦好好好 我們先從原味一吃 我們再越來越特別那種限量版的感覺 好 我們來吃吃看 一定要用湯汁 因為小龍湯包都有湯汁 所以我們要就是夾在湯汁上 那師傅你們呢 小龍湯包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哦師傅不要 就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像我們的話它都是那個 皮凍什麼熬製都是我們自己 純素工的嗎 對對對都是我們這邊自己做的 真的 所以它就是湯汁很鮮甜 對 像吃小龍包的話 都是要先咬一口 然後先吸它的湯汁 對對對 然後再大口吃一下這樣 然後可能 也要搭配一點那個薑絲啊 還有醋這樣子 對 這邊有醬啊 我們旁邊都有那個 醬油啊 對醬油跟那個 還有醋啊 還有醋啊 然後有薑絲 對都可以自己炸 而且這邊有辣油 對這邊有辣油 你們的辣油都是自己做的 對 很香哦 這裡都是純手工製作 而且其實 對自己炒的 其實在旁邊都可以看到 那邊有現包的地方 然後可以直接 我想要脫吃了 不好意思 我連了 超多汁的湯汁 欸我這樣稍微剝開 就一堆這樣流出來 對啊 我稍微剝開 這個湯汁就這樣流出來 好多汁喔 很誇張欸 它就是這麼黃黃的那種湯汁 超香的 因為我們裡面的話 都加了一些什麼 雞骨頭 豬皮啊 然後還有那個火腿 它有點雞湯的味道 它有點雞湯的味道 對 它不是單純湯包 我覺得它是那種雞湯的湯汁 真的很香 就是它的 我們就是拿那些去熬那個皮凍 然後把那個凍再加到那個肉裡面 所以它湯汁很多 而且又很香很香 對它比一般我們吃的小籠包 就覺得它香氣更水味 那很好吃 那我的湯汁就是往下滴 翻出來你把它抓去補一下 而且它其實 是沒有那種蔥段的那種湯包 它就直接 整個都是滿滿的豬肉 對對對 它裡面就是豬肉 它其實肉的話就是 其實蠻多的 我覺得它的餡料蠻多的 對 然後皮很薄 它皮很薄 對 我們的皮大概都只有六公克而已 皮有小一點點 對 六公克 對 那麼小而已 對 而且它上面是十八折對不對 對 我覺得十八折要很厲害 因為每一個都要這種精心計算 沒有因為就是說 剛好十八折的話 它是一個圓周綠 它上面的那個點點那邊最不硬 而且皮最薄 對 因為折數太多的話 會影響口感 對不對 太少的話賣相又不佳 所以十八折算是黃金底力啊 就是小籠包的黃金底力 這個湯汁真的很誇張 我的盆子 你看我的盆子上面 哈哈哈哈 多個湯汁 第一的都是 我一口都不是 因為這個超好吃的 這種繞黑孩的感覺 那我們來吃第二個好了 好啊 再來吃絲瓜對不對 對 我們先吃 清淡 然後SO醬的話 等一下它 味道比較重一點 它絲瓜很厲害 它有那種 晶瑩剔透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直接從外觀直接看到那個絲瓜 不是看到我的口紅印 對 哈哈哈哈 但是我的漿 我的汁剛剛已經整個 我拉 拿起來的時候 整個都爆開了 我看到了 我的汁都在這邊超多 超多汁的 而且我覺得 其實也不用怕它燙耶 雖然是它剛做好了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 只是很燙口這樣子 因為那種如果都是油的話 就會很燙口 但是它不是油 而且我們這個都是 當天先 早上來就現做的 現包的 真的好好吃喔 裡面有什麼料 我們裡面的話 就是有絲瓜跟那個蝦 蝦的 它吃起來就是比較清爽 有結餘 就是原味的 這個都很好吃耶 有一點鮮味 很好吃 是蠻多人都推薦的 它比較清淡 它吃起來比較清淡 對 它就是絲瓜跟蝦 我覺得它比較 如果你怕有那種豬肉的味道啊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 比較清淡一點 比較清淡一點 長輩也其實也很適合 是 而且我覺得蠻肉 之前我們先抽觀眾 喔 先抽獎 觀眾看的都很想吃 我們要抽三位耶 天啊 今天 我們來到哪一個店家呢 大家幫 幫我們留一下 抽出第一個 恭喜我們的李信勳 恭喜 歡迎信勳 恭喜信勳 恭喜信勳來 記得幫我們截圖 記得幫我們截圖 截圖 好 私訊我們 今天好看一點喔 我從鏡頭看你還是一直在吃很好吃的 我也是 我怎麼還在嚼 記得幫我們截圖 然後私訊小編 對啊 可以先吃下一個沒關係 好 我們截圖的時間 好 那再來我們應該是要吃我們的干貝 干貝 干貝的 而且聽說SO醬啊 是你們 也是現炒的 也是我們這邊自己炒 嗯 那可以就是也有店內有在賣嗎 對對對 我們有賣那個SO醬 對對對 就有一整罐 它可以送禮用的 喔 所以如果大家吃了喜歡 也可以帶回去 就是送朋友這樣 而且來台灣台南外還可以買伴手禮 對啊 我最喜歡買伴手禮 對啊 哈哈 沒有去每個地方都一定要買一些伴手禮 對啊 嗯 自己買回家也是有那種 我們要先吸它的湯 它可以自己買回家的話 它可以 配飯配麵都很好 對 我覺得它是比較重口味的那種 可是不是那種 它是溫和的辣 不是那種很辛辣 嗆辣的 它真的會噴汁耶 它只有一點點辣 而且裡面有一種它的干貝 它的味道也很好吃耶 不是 我覺得它的味道有點熟悉耶 呵呵呵 就是 講不出來的味道 但是它就是 有種EXO醬的香味 對 但是這樣子我 我有一點要變心了 哈哈哈哈 我想 這個好香 真的好好吃喔 好變心 對啊 裡面有一種它的干貝 我想要選擇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要來講的干貝 如果喜歡比較 口味比較重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個 而且 它一般的話 它的絲瓜啊 和我們的原味 上海糖包 它是七顆 那EXO醬呢 是五顆 五顆 因為有加干貝 比較講貴 它真的 它真的有滿滿的師傅這個對不對 對 哇好辣顆喔 很辣顆耶 真的耶 真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我變心了 我是這種口味 真的好好吃 我是這種口味還好 我有點辣辣的 然後就是又有那個肉汁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那種辣不是 不會 不是到小辣 不會不會 對 我覺得它吃起來這樣子比較好 我們抽出第二位囉 第二位 喔 薄熟 這是雙面孔薄熟 什麼面孔 看我們直播 都會有非常優惠 是不是 對啊 怎麼那麼好的直播 都是一直有餐券 可以見證 其他人呢 也要持續 記得幫我們回答問題之外 不要記兩位朋友 好 分享跟一位朋友 叫他們趕快來看直播 對啊 我們接下來 還有七份 好禮 對 七份好禮想要送給大家喔 那我們吃完湯包之後 我們來吃下一道糖 喔 那吃什麼 那我們 那我們先來先吃那個 日式大阪燒鮪魚腹那個 喔 日式大阪燒鮪魚腹 對 欸其實我覺得它看起來很特別 它雖然是鮪魚腹 可是它真的是大阪燒厲害 對啊 這個應該是要老饕才知道要點的喔 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後來 最近比較要先推出的那個 菜色 後來才推出的菜色 新推出我們就可以知道 好有榮幸喔 好有口福喔 好險我們今天有來台南 所以師傅它是用 它是用油炸的方式去做嗎 對對對 它是那個鮪魚腹 然後它外面裹那個 濕濕的麵包粉 對 然後下去油炸 好 它那個有一點高麗菜絲嗎 對 高麗菜絲有點解油膩 有沒有看到 我很喜歡這種有加美乃滋的料理 它看起來跟那種就是炸牛排的做法 有點不像 它裡面那個肉很嫩 就是外面是酥脆的 然後裡面吃下去就是很嫩 它有種很切面跟很嫩 不只在吃大阪燒 有種在吃就是章魚燒的感覺 真的嗎 這個大阪燒醬 鮪魚肚 它鮪魚不是那種材的 它因為 它很軟嫩 它有點軟嫩 好嫩喔 真的好嫩耶 它裡面其實就是軟嫩 然後很有水分的 對 它裡面是Juicy的那種顏色 而且我覺得單吃魚的話 你會覺得有點膩 嗯 那它我家的美乃滋啊 大阪燒這種調料的話 吃起來不會讓你覺得口感不舒服 你看它是剛炸起來的話 外面就是很酥脆很香 嗯 就是如果家裡的小朋友 不喜歡吃魚 超適合的 超適合的 他們會願意舔 就舔外面的醬的滋食 其實也會吃到魚 哈哈哈哈 你會舔外面的醬 搞不好有些小朋友直舔沒來吃啊 對啊 可是師傅這種冷 它雖然冷掉 但是也很好吃 它吃起來的酥脆脆還是在的 真的很厲害啊 它外面那種 麵包酥脆的感覺 炸得有點金黃 對 而且它有高溢菜汁 其實你不用覺得怕太膩 嗯 它那個菜汁可以一起吃的 嗯 我們的菜汁可以 我們的菜汁可以 那我們讓Amy是來講一下 好 我嘴巴還是滿滿的食物 呵呵呵 然後我們 恭喜莊美珍 恭喜美珍 大家記得私訊我們截圖 然後到我們 就是11月15號之前 私訊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對 好 大口吃肉真的很開心 魚肉欸 鮪魚腹欸 真的大家趕快來抽獎 我們接下來還會抽出其他的 我們還有 不同的喔 那我們先講一下 第二道題目 第二道題目 我們剛剛已經 我們先吃回來吃題 好 我們先把包們出題 那我們就簡單一點的 那吃瓜湯包上面 裡面那個 上面那個 看起來綠綠的 這個 是什麼食材 這好簡單 大家 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綠綠的 這個湯包是什麼 是瓜湯包 這個綠綠的 上面這個是什麼食材 對啊 石虎石鹹 這是什麼食材 綠綠的 撕什麼的 什麼什麼瓜瓜的 撕什麼的 撕什麼瓜 瓜什麼 好 大家記得留言 留言 配個兩位好友 然後幫我們分享出去 還要記得要幫我們按讚喔 師傅真的很可愛 師傅做題目 完全是送分題 師傅做題目 還是送分 哪有店家這麼好 還要送大家東西之外 還要送分 什麼瓜 師傅我們推薦要吃哪一個 對 下一道菜 那我們先吃這個 雲鵝炒蘆筍 好啊 雲鵝炒蘆筍 我覺得這種有點 稍微有點像涼拌的這種炒法 對對對 我覺得它吃起來會非常清爽 對 那些都是有點綜合味 這邊還有一點點搭配那個山椒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的話 就是會 噗溜噗溜的 但你們有特別加什麼去炒嗎 因為它雖然看起來是清淡 可是吃起來香味很夠耶 嗯 我們這個就是一般的調味而已 對 然後很會有加一些那個 蒜油啊那些 那代表它食材很新鮮 才會是跟著調味炒起來 是有那種香甜的味道 對 它的香氣真的很夠 應該是真的是蒜油 我們就有加一點點的蒜油在裡面 嗯 師傅真的很渴 大家都知道 然後 那個山藥 炒一點點山藥在裡面 然後整個你會吃起來就會覺得 烤烤烤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除了烤烤之外 還有那種烤烤烤的 也不用勾芡 就花花的這樣 對對對 而且他們家蒜 我們沒有勾芡 他們家蒜很厲害 有很多都是可能只有湯包 然後他們還有像那種烤烤烤的對不對 對 它有非常多 它有那種主廚的推薦啊大菜 對 就是通常你湯包的店啊 頂多就是炒飯而已 對 這裡非常特別 它除了炒飯之外 還有他們的私房料理對不對 對 還有那個主廚推薦 重點是還有港式點心 我覺得港式點心這點就是非常 因為有的時候你會想吃飲茶 但你也想吃湯包對不對 對 而且有時候我們帶長輩來啊 這樣子的餐廳最適合了 就是我們可以點大菜跟飲茶跟很多的特色的餐點 而且有些長輩可能比較喜歡住室 對 其實來這邊 而且就是比起一般的餐廳 它可以圓桌做 更有那種家庭那種團圓的感覺 對阿更適合 更適合聚餐 而且他朋友這菜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我們聲音這麼大聲也沒有關係 對阿 那我們下一個要吃什麼呢 對阿 下一個讓我們吃那個 腐皮先蝦捲吧 好好蝦捲蝦捲 好我們先吃蝦捲 滿滿的蝦 滿滿的蝦 它這麼紅欸 滿滿的蝦 有沒有看到它鮮料很多阿 對對 這個是一整 這是一整隻的蝦子喔 對對對 它是一整隻的蝦子欸 然後就搭配一點那個 它長得有點像蟹肉去阿 它有點紅到蟹肉棒 對 它紅到蟹肉棒 它還有加筍音 對 筍音這個 因為它口感是脆脆的 然後 它怎麼那麼脆阿 就有一些筍阿 然後蝦子 它脆的來源是來自於它的筍筍 對 它有蝦子蝦子 因為它蝦子很Q彈 真的 我真的要講Q彈 然後它有默契的 它蝦子很Q彈 它蝦子很Q彈 我覺得它口感很新鮮 它是很Q彈 嗯 而且我覺得它 就是它這樣子切 切稍微有點斜斜 讓我看到裡面 就覺得 好喜歡這道菜 這個就這樣 不沾醬也很好吃 對阿 我媽媽吃都不要沾醬 我覺得吃東西就是要吃它的原汁原味 就是沾醬的話 反而就會鮮上它的味道 就要有食材的那個 本身的那個鮮味 這種鮮甜的食物 我們就要直接吃了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 苦力鮮下去 我們好多好多到菜 那師傅我們接下來要吃奶倒 我們吃 這個煮食好了 吃炒飯好了 櫻花蝦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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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蝦好多喔 真的 感覺就是阿嬤阿嬤的煮法 就是出手會非常的過多 對阿 像炒飯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蛋下去炒 一種是用黃金炒飯的做法 那這樣之前 它是怎麼樣的製成方式 像這種的話 我們就是蛋會先把它炒香 哦 哦 然後之後再加上我們的飯粒 對對對 讓它那個蛋香 蛋香味先出來之後 吃起來會更粒粒分明 對 嗯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蝦吃了好多 蝦子好多喔 而且我以前認識才知道 上面那個櫻花蝦 有什麼蝦皮阿 什麼蝦 沒有我們這個是櫻花蝦 它不是蝦皮 對 櫻花蝦很 很貴 很貴的 對 很貴的 比起那種蝦皮 它更厲害喔 對它很香 然後吃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一點點那個櫻花蝦 對 它會有點脆脆的口感 然後它很香 那它稍微有點甜甜的 對 它不會就是只有 它會有飯粒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 而且這個炒 就是目桌的特殊炒法 讓那個飯吃起來會甜甜的 而且這個炒飯涼了 也很好吃 它也是粒粒分明 對 炒這個炒飯就是要粒粒分明 而且要越嚼越香 對 就是還是好吃的炒飯 嗯 大家我們在吃的同時 也要記得幫我們留言好不好 喔 就那種古早味阿嬤的感覺 蝦很大隻 而且它給的不手軟 古早味阿嬤的感覺 我們先抽一個 好 我們先抽一位 好 恭喜朱婷琪 恭喜 記得幫我們截圖 十七 十七小便 十月 十五號之前 就可以來兌換喔 記得幫我們截圖 然後有機會兌換 而且 兌換到過年之前對不對 對 而且婷琪是從一開始都進來 真的喔 真的 中時粉絲 謝謝 真的是中時粉絲才有機會抽到 有沒有 大家從頭看到 接下來會抽出 下三品 那我們接下來要吃的是炸排骨嗎 好 香炸排骨 好 香炸排骨 然後 我們會淋一點點那個辣醬油 這個是辣醬油喔 好特別我以為是醬油 我以為是醬油 我以為是醬油 你以為是醬油 欸 我覺得它看起來 這排骨是有點粉粉的欸 它那個顏色的阿 對 粉紅粉紅的 因為這排骨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做的 對 就是從醃漬啊 到它的都是自己做的 好香喔 而且它醃漬要等到隔天 讓它入味之後 然後外面就是沒有粉 它吃起來有一點點 出一點 金黃出脆 為什麼它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嗯 那我們裡面的話 有加了一些 蜜製的 蜜製嗎 就是蜜製 獨家配飽 還不是你要喝喝跟我們講料 我們為難師傅 吃了才會吃到醬油 對啊 我們裡面會有加了一些蔬菜汁啊 對 讓它 除了說肉更軟嫩 它也會比較juicy 比較好吃 它咬起來是有點彈性的 我覺得是有彈性的 這個也是蠻多人喜歡的 對 很多客人來 都蠻喜歡的 對 是蜜方 師傅說是蜜方啊 挺提供心涯 師傅都說神秘的微笑 真的 師傅好可愛 超可愛的 那我們來介紹下一道菜 之後我們來給師傅 蘿蔔糕 蘿蔔糕 蘿蔔糕吃得很酷耶 我覺得它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其實比較方便我們 比較好夾 對 也不要好入口 真的 因為通常都是正方形 你還要在那邊一家人 然後在那邊翻 你就點個 如果一桌大概點個兩盤 然後八個一隻 差不多 很適合 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蘿蔔糕 欸其實它夾起來是軟軟的 很怕它那種斷掉 然後我們那邊有那個蒜蓉醬 也可以搭配那個蒜蓉醬 喔這個蒜蓉醬 對對對 你可以搭配那個 我想要先單吃它的味道 有味 它是那種廣式辣肉 那你先講的味道 對 我再講這個蒜蓉醬 裡面有一些蝦米啊 然後一些 港式辣肉 對對對 那我覺得它 然後蘿蔔絲 都是自己跑的 超多喔 裡面很多蘿蔔絲 所以它 它的蘿蔔絲很脹 而且它就算是 我們現在吃 是有點冷掉的那種 嗯 概念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 還是能吃到 欸我們又有抽出 我們有抽出了重獎的耶 真的喔 我們一直吃觀眾也很想吃 趕快先公布 我們恭喜柏翰 黃柏翰 恭喜黃柏翰 恭喜柏翰 恭喜 記得幫我們截圖 記得 支持我們的粉專 11月15號之前 可以來店內喔 而且截圖 那截太醜的時候 不能得獎 對啊 我們今天好歡迎 還會一些 對獎失敗 其實它在這種對獎失敗 失格 真的 可以繼續吃 這個看起來超厚的 真的 而且它雖然是有點冷掉 但它吃起來就是 可以感覺到那個蘿蔔糕 我其實去一般的港點店 我都很喜歡點它的蘿蔔糕 因為你吃它蘿蔔糕 就知道這間港點店 厲不厲害 真的喔 他們的蘿蔔糕 是真的很香的 就是像師傅說的 炒的那種 那種味道 而且是不會那種 蘿蔔有點苦味 不會 它不會苦味 它是那種香甜的那種感覺 而且還有蝦給大家 這個也都是 我們有蘿蔔糕禮盒 這個都有禮盒 像我們連結還是 平時有客人來吃 他們很喜歡的 他們會帶回去 就送給親戚朋友或家人 然後自己帶回去都可以 我們也有蘿蔔糕禮盒 我們也有禮盒 對 我們也有禮盒 這個平常日也都有 當師傅的親戚 可以常常來吃嗎 哈哈哈哈 常常說到 師傅的醬 回家自己圈就可以 蘿蔔糕加XO醬 好棒喔 好棒 好棒 那我們吃下一道菜 蔥肉餅 蔥肉餅 蔥煎蔥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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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開始就看到這個很久了 因為我覺得它 比起蔥肉餅 它真的好厚實喔 它真的好厚實喔 而且裡面也蠻多蔥的 我又喜歡這種厚的 它是很多層的 我覺得這手比起一般的蔥肉餅 而且你們知道嗎 他們家的港點 都是這邊現場現製作的 對對對 我們都是現場製作的 除了它是透明的 也可以看到你們製作的過程 吃的很安心 恭喜我們下一位得獎的 是我們的威威 威威恭喜 威威 威威是威威 威威 威威是威威 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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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你 幫我們截圖 記得時訊11月15號之前 記得幫我們時訊小編 而且可以來對獎喔 要記得截圖喔 是什麼 Candy's WL 嗨你好 我們有注意到你來囉 對可以買禮盒送人 XO醬是可以買禮盒送人的 真的 力推禮盒 大家是蘿蔔糕愛好者 我自己很喜歡我的禮盒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金黃之外 它竟然蠻酥脆的 嗨 而且它的蔥是 因為加了很多 所以吃吃了 讓它的蔥的甜味 對 而且我們用的都是那個 粉蔥 所以它沒有很嗆辣 它蠻香的 粉蔥的話 它是比較不會就是蠟筋嗎 對 它不會蠟筋 它比較香 相對的它的 香味也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 一點都不手軟 裡面滿滿的都是蔥 高餅食料理啊 這也是蠻多客人 都蠻喜歡的 你真的忍不住一直想吃 這真的蠻好吃的 來出第三題好了 那我們要抽出第三題好了 最後的四位 我們要抽出最後的四位 金黃 想一下想出什麼題目 讓他們回答 我們來想一下 可以出什麼題目呢 我們買一送一是不是有送 很多道 五道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有 我們給大家挑一道 到底是哪一道沒有 好 我們買五送一呢 就是買一送一的五 選一的券 有 插燒包 還有我們的蘿蔔糕 蘿蔔糕 SO醬鋼鐵炒包 蘿蝦炒飯 還有什麼 對 還有什麼 最常的那一個 什麼什麼 日式 什麼會游來游去的 對 日式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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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腹 魚鮪魚 鮪魚腹 我們選這個好了 所以大家記得幫我們 tag兩位朋友 然後留言 就是 我們還有什麼 餐點是買一送一的 對 然後這個餐點的名稱叫做 日式 小鮪魚腹 腹 大家要記得幫我們留言 tag兩位好友 要記得幫我們留言喔 大家是不是蘿蔔糕愛好者 對啊 大家是蘿蔔糕愛好者 或是蔥啊這種 蔥肉餅的愛好者 都可以來這裡吃 湯包也是 大家要記得幫我們留言 留起來好不好 好 最後我們要抽四位喔 對 柏翰站重量 柏翰說謝謝 好禮貌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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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要請吃 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個 叉燒包 叉燒包 我覺得叉燒包它很特別 它那個餅皮 麵皮是有什麼 製作的日子 或是 叉燒包製作的日子 這個也是我們最近 剛推出的 它沒有在菜單上 它沒有在菜單上 好有口福喔 這是隱藏版的 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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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推出的菜單在這邊 我們今天很有榮幸 可以自己吃到 我們都吃到隱藏版的 就是新品這樣子 好好喔 好喜歡這種搶第一的乾杯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 都是讓它這樣小小顆的 對 就 這樣在市中 就是大小市中 剛好 要不然有的叉燒包 都很大一顆 你吃的就很薄氣 那如果幾個朋友 一起來的話我們就是 都長一點長一點 現在都把它做成小小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是 鹹甜的那種 紅色的醬 對 叉燒醬 叉燒醬 也是你們自己製作的 對啊 然後裡面就 有一些肉 就叉燒肉 肉末 對 它裡面的肉 我們是丁丁的 那個港點的四大天王 看哪 你看 有蝦餃 然後燒賣 叉燒包 叉燒包 還有我們的 蛋堂 港點是大天王 而且其實它 就是這間店的名字 護品上海湯包 非常特別 護的話是指哪裡 上海的簡稱 真的喔 那我問你 你確定要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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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江西省的簡稱是什麼 朋友的知名 師傅你知道 我知道 你笑的很綿貼 我知道 你笑的很綿貼 我知道啦 因為我在大陸工作了 大概有十幾年的事情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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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吃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最期待的 我每次吃港式飲茶 港式甜點量吃的 該不會是 牛沙包 黃金牛沙包 那一定要用那個火麵給大家看啊 對不對 那應該 他應該有點冷掉了 因為我們為了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有點冷 啊 我爆漿 哎唷 等一下 它是有爆漿欸 它是有爆漿 看起來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這種黃金牛沙包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不可以是正好吃 它是有點鹹蛋黃那種顏色才是好吃 哦真的 欸很厲害 很懂欸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餡料是多的 然後餅皮不會太厚 嗯 那我們是有師傅 像我們的牛沙包的話 跟其他間的一些做法 或者是炒 會有什麼比較不同的地方 我們這邊的話 嗯 就是我們的餡 我們的蛋黃 還有我們裡面 弄的奶都很好 嗯 所以它就是 很香奶油 奶油的香味 對還有那個 蛋黃 嗯 鹹香鹹香 嗯 這也是蠻多客人都蠻喜歡的 然後就是 也是 它有牛沙包禮盒 嗯 那我們先來抽出第一位 對 嗯 第一位是我們的 恭喜 是婕魚 恭喜你出獎了 恭喜你 你有抽到買一送一卷 要記得幫我們截圖好嗎 吃虛 11月15號之前 吃起來 蝦鬆 美味可口 佳玲說了 哈哈哈 師傅整個放開了 師傅超想吃了 師傅笑得太開心 哈哈哈 師傅今天最喜歡的是 江西辰的椰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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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師傅說要來這裡吃 不然大家來這邊 師傅跟大家講答案 好不好 大家來店內吃的時候 再問師傅 這樣不好吧 哈哈哈 這樣不好 打招呼 上來來講答案 哈哈哈 我超怕它留下來了 它算是輪丟 但它吃起來也是 所以還是有糖 對 你想要吃這個黃豬肉燒包 它很好吃對不對 味道很好 而且我們的餡料還蠻多的 裡面的餡還蠻多的 脫飽滿的 因為它不會感覺到它外皮很多 有些餡料真的是少到 你整天都吃完 還有一大堆麵團在手上 所以它已經等掉了 它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它如果熱的時候 更好 熱的時候會更好吃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 可以說一下晚點上 對對對 就是我們 吃完飯之後再上 對 飯後甜點可以晚點上 不要大家一開始就把它吃掉 我們恭喜第二位 第二位 大臉 大臉恭喜你 恭喜 大臉恭喜 這讓他們記得 記得私訊截圖 11月15號之前 我們一直要 但是 15號之前要記得私訊截圖 對 要一直跟大家講 而且就是 這裡啊 除了有湯包之外 其實還有一道 難道 湯品喔 喔 湯品對不對 我最喜歡喝湯了 我覺得台南 假如台南 大家應該都會有點印象 就是吃到台南一定要喝什麼湯 牛肉湯 對 那師傅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道 我們這個 我們這道什麼特別的 而且師傅幫我們介紹一下 它是牛肉湯 它是牛肉湯 對對對 它是牛湯 好厚 它那個湯很香 它是什麼部分 它這個是那個牛肉條 牛肉條 牛肉條 而且它很香耶 你看看一下 肉味道好大塊喔 超大塊的肉 可以先試一下湯 好 那這個 就一些 台南真的是一定要喝牛肉湯 台南的早餐都吃牛肉湯 就吃牛肉湯 我們現在是午餐 但是也是可以吃牛肉湯 然後如果沒有吃牛的話 我們這邊也有雞湯 有雞湯其實很好 有雞湯其實很好 就是有些長輩可能 因為之前的觀念 所以是沒有辦法吃牛肉湯 雞湯可以很好 而且每個人都這樣一盅一盅 就是特別好吃 我們恭喜第三位 Candice Candice 恭喜你 希望我們沒有做錯 恭喜 恭喜 肉真的很厚 那是很厚的牛肉 好大方 超大塊的 很少看到湯的 我想要再喝一口 太喜歡 我覺得它吃起來是 真的是 因為很少有牛肉湯的肉那麼大塊 真的是超大一塊 牛肉的餃 牛味十足 它雖然是清燉的 而且好幾塊肉 但是它味道我覺得是有點偏重 因為它是滿滿的牛肉的精鋒 在裡面 我覺得它吃起來是好吃的 對 但是我覺得很鮮啊 真的蠻香的 而且其實就是 除了我們今天的馬魚送你一卷 之外 其實我們購買機上面還有很多的 優惠券 對 225塊 就可以直接 折替300塊錢 75折 超級划算的 超划算的 就是 你來 帶爸媽啊 阿公阿嬤啊 兄弟姐姐 對 來這裡直接吃一大桌 還可以直接折替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我們其實吃的東西非常非常多 我們還要再幫我們抽出最後一位 再幫我們抽出最後一位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講一下這間餐廳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喔 再講一下這間餐廳有什麼特別喜歡的 喔 我其實整道吃下來我最最最喜歡的就是它的 最後一位 這樣的干貝湯包 我覺得它的湯包也是很棒 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會想要買他們家的episode這樣回去的 就是給媽媽炒菜什麼 因為是很香的 我很喜歡這一道 我也覺得 我覺得它部分是湯品啊 或是飯類都真的蠻好吃的 我們恭喜加肉麗 恭喜 恭喜你 記得幫我們截圖 私訊 私訊我們的小編 11月15號之前 之前 然後Jim可以用到年底喔 下禮拜二才可以開始對話 11月15號之前 記得幫我們截圖 他要截好看一點 哈哈哈 截好看一點喔 幫我們截瘦一點 對 截圖 不然我們會有紙摘 紙摘 要不然就不認私閣 因為太醜了 好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上海的 就是戶品上海湯包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介紹了很多食物 大家都可以在郭媽姐上面購買我們七五折的券 那我們之後呢 還會有更多的直播 像是明天就會有不同的直播 要來介紹更多的美食 請大家準時收看對不對 而且都會抽出不同的獎品 對啊 怎麼那麼好的直播啊 都是都可以抽出殘捲請大家多多幫我們鎖定喔 那要記得幫我們關 關注我們 高媽姐的 高媽姐 對 還有IG 馬姐 懂 吃懂玩 還有YT的頻道 對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訂閱分享 謝謝黃師傅 謝謝黃師傅 謝謝可愛的師傅 會不會有人來要找師傅簽呢 然後你是問師傅說 那個師傅 我想要知道答案 不用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謝謝師傅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真的很好吃耶